抽过没有 八块钱一包 八块钱一包 这你都知道了 什么烟我没抽过 这烟好不好抽 可以啊 可以啊 批米小中华 叫什么 号称小中华 号称小中华 这个烟号称小中华 是吧 这你很熟悉啊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抽这个啊 嗯 是不是 那现在不抽了吧 为什么不抽了 现在为什么这种烟不抽了 怎么说呢 其实这烟抽的还挺可以 就是在外面育人的时候 感觉档次低了一点点 就是说摆不上桌面嘛 嗯 拿不出手嘛 对 这主要是价格换面嘛 嗯 是吧 你看说这个烟现在一般卖二三十块的话 你绝对还是抽这个的 对 是不是 那意思是说你现在抽烟的话 还是注重价格 会不会 自己抽无所谓 但是在外面就有遇人遇事的时候 你肯定要注重一个价格 哦 就是说自己抽无所谓 但是在外面的话一定要抽价格稍微高一些的 是吧 不是啊 不是啊 就来 抽个 抽一下它也没有小中华的感觉 人家都说这种是小中华 比中华好抽嘛 比中华好抽 真的假的 抽那么多是一个烟啊 抽的都是一烟啊 也就是这个送不送口的问题 送不送口的问题啊 大家好 我是小海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老牌鲜烟 红酸洗 这款鲜烟在90年代初 号称小中华 口味柔和清淡不欠准 在以前的烟桌上是经常能看到的 它寓意酸洗柠檬 但现在的烟桌上 基本都是摆放中华或是其他高档的鲜烟 烟的档次是变高了 但是人情味却变少了 还有一款新版的 这种红酸洗 20块钱 外包装不同 价格不同 但是口味却鲜差不多 为什么老牌鲜烟 现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因为它价格低 对商家没有利入可言 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 抽烟 基本是抽价格 出门黄友 你会带几块钱的鲜烟 还是会带一包上档次的鲜烟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带一包比较有档次的鲜烟出去 可以抽门面 还有就是对朋友的尊重 在90年代初 人们的生活水平 基本上只能是 解决温饱 鲜烟对人们来说 是一种奢侈品 所以那时的人们 对鲜烟是没有什么要求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鲜烟的品质 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 老牌鲜烟口味变了 变得不好抽了 其实老牌鲜烟 口味没变 变得是我们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